Coco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Coco's VIP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为各位介绍的是野台戏的活动又登场了 这是台湾味的料理 一次大集合 英雄餐厅非常年轻的萧纯元林凯薇 跟这个诗人酒窖的陶旭康和鸟院的 汤仲宏英雄朱古力的萧丽珍 大家集合起来做了一个在地食材的大串联 在嘉义的文化产业创意园区 12月8号到9号举行 给各位做介绍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希望你可以去上脸书 或者是他们的网站上面 才可以好好的来了解这个情况 好 最近有非常多的国际重大的议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梅克尔不再当党魁 是怎么一回事 同时我们还要研究的是 这个Hillary她要参选总统 而巴西出现了一位亲台反中 而且非常跟美国路线相仿的一位总统 那这个总统会怎么样的影响台湾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谈的是安倍访中 中日关系正常化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为各位首先介绍的是 丹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副教授 张辅长 张教授 张教授您好 高高介绍 观众大家早 非常谢谢您 我们请教您 为什么梅克尔他说他不再选党魁了 那可是他现在还是首相啊 是 是 他现在还是总理的位置 那我想说他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那巴巴蒂亚帮跟黑森帮 那他的精民党都大败了 掉了百分之十几的一个选票 所以他一来我认为 第一个他是负责任 负起这个政治责任 第二个的话 他就是他为自己止血 那如果说这个氛围里面 他一直在深陷一个难民问题 一个泥脑 解决不了 那又对于这个他的解面党 基督党 又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比较团结一致的政策方向 所以他如果一直要焦灼着 那继续耗下去的话 他两边都不讨好 所以他一个解套的办法 他先放出这个党魁的位置 保住他的总理 那这样的话一来会消除民怨 这次选举里面我们发现说 人民用选票来否定他的执政 那所以说他为了要凭起这个民怨 他抛出了这个党魁的位置 然后再试试看 再继续做他的总理 那把他为完成的 想要做的这些政策 把他实行掉 那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他就是要引蛇出洞 什么意思啊 蛇是谁 蛇就是这个基社党的党魁 Z.Hoffer 也就是他的最近给他制造最多麻烦的 这位巴巴利亚邦的前方长 他一直在挑战梅克尔的政策 特别是难民政策 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这里是 他跟梅克尔的一个公然反抗较劲 造成了这个姐妹党 他们失和啦 那执政党的话 他们就政策无能啦 所以这些坏的印象 都是源自于这个人 是哦 对 所以梅克尔他现在先抛出 他自己以身作折 先废了武功 废了党魁的位置 他要做给Z.Hoffer看 我都已经承担败险 这个退出党魁的位置 你也要跟着做 哦 逼他也要下台啊 对 如果说逼着他 这条蛇出洞 那这个基社党 这个Z.Hoffer也持续了党魁的位置 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零所反应就是 如果说他持续了基社党党魁的位置 那这个梅克尔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他废除 这个他内政部长的位置 哦 是 那这个连带关系 如果说奏效的话 那就是会 可以为梅克尔的内阁 起套 因为现在的社民党 合作的社民党 他也认为所有的纷争啊 都是来自于这个人 哦 所以这个人一日不去 那这个内阁是不得安宁 那社民党也一直坚持 在过去的几个事件里面 都认为这个Z.Hoffer这个人啊 是不适合当内政部长的 哦 是 是 是不适合留在内阁的 所以说这个人如果说 能够利用这个时机啊 把他除掉的话 一来可以稳住内阁 二来 可以让梅克尔可以 比较顺心的 去推展他一些政策 特别是难民政策 哦 是 哦 所以他 等于梅克尔当时跟这个 他们合作的时候 是一个欲人不熟的状况 选错了这个 联盟的 伴侣政党吗 当然是他必须 提示所迫 跟基社党合作的话 是他们在1940年代 结尾姐妹党的时候 他们就约定成熟的 一个合作承诺 这个梅克尔的基民党 他答应说 如果说巴巴利亚邦选举的时候 那我尊重巴巴利亚邦 是基社党的势力范围 那基民党他不派候选人 去给他挑战 那同时两党也达成一个共识 要推举一个共同的总理候选人 去角逐这个总理大会 所以梅克尔他也遵循这个方法 所以他既然是一个联盟党 那他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 那当然是这样 针配一些内阁席位 给这个基社党 所以基社党在 在现在内阁里面 就有这个内政部长 跟交通部长 一个环境部长的位置 是由基社党来的 那很可惜就是 这个Zeehofer这个人 相当自以为是 那他的一个保守色彩非常严重 那他一意孤行 那在过去的三四个月里面 就制造了两次内阁危机 差点垮台 那这个数据大概会对 那在三月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份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所谓的 德国途径的难民解决方案 所谓的六四三点庇物政策 那这六四三点措施的话 他认为他必须要去严格的控管这个边境 那要严格的阻止新的难民进入德国 那这些的话都是违背 梅克尔跟社民党所主张的 欧洲途径的决结办法 那第二件事情是在八月 今年的八月二十六号 在德东的一个Kemney这个地方 发生了这个是右派 右派暴动事件 攻击了这个德国人外国人 那这个事件就闹得非常大 那最后的话就是 那个政府跟这个民众 都要这个情报头子 Massen这个人 对这件事情提出解释 那他书面的 跟到国会的报告里面都说 这个没有这一回事 这攻击事件 是蓄意人士有目标性的 制作假新闻 要误导这件事情 没有所谓的右派暴动这件事情 那很可惜了 当时在现场 这个拍摄的这些德国电视台 以及在现场的民众 都把他们所拍摄的影片 都把它曝光 所以全国人都知道说 这个是确定 确实无疑的一件事情 确实是右派暴力事件 那这位Massen这个人 他有右派自强的景象 他在过去的话 也曾经被批评说 他公然坦负德国另类选择党 所以他就很公然的 从头到尾就力挺 说没有这一回事 是假新闻 那民意上面就要求他要下台 那谁能够下台 按照联邦的政府的结构里面 他是放在内政部里面的一个情报单位 所以内政部长可以决定他的去留 所以内政部长就是这位 那瑞佛尔他就第一次 第一次他决定把他的位置调离 但是把他调升为内政部次长 主管安全事务的内政部长 那这个发生了这么大的楼子 他不降反升 薪水也增加了 职位也提升了 所以又再度引起这个全民的大反对 那第二次反抗之后 梅克尔才要求他说你要再做调整 他才把他降为说内政部里面安全科的科长 他平起了这个风波 但是平起风波之后 对这个梅克尔的政府 对基民党 社民党的这个信赖 信心的已经消磨 折损非常大 那这两个事件 都是这个Riova这个人引起的 所以我认为 如果说这个人一日不去 那梅克尔就不得安定了 所以他第一次要持续挡回 这个引蛇出动的这一招 能不能奏效 是决定的 是他的关键 关键他能不能做完 那总理认识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那什么时候可以观察到 或说可以有结果 到底这个蛇有没有出动 或说把这个蛇给赶走呢 那我想这个效应 发酵了应该会非常快 因为巴巴利亚邦在10月14号 选举之后 他党内也有很大的浪潮 是要求他下台 他是就是一直一直不表示说 他要他的去留了 他只是说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联合政府 成立之后再说 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外来的压力 梅克尔这个压力进去的话 那应该 基社长内部的反 这个 ZOF的势力应该会更加 更加起来 所以他应该在一两个月之内 我想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好 那张教授 我们请教的是淡江大学 我说研究所的张福昌教授 请教您的就是 现在这个梅克尔夫人 他又说他要不再担任党魁 不再选党魁 然后他又跟他的合作的姐妹政党 又有这样奇怪的裂缝的关系 那现在德国的政坛算安定吗 当然是处于战略以来 算是最不稳定的一个 是哦 你说是二战以后最不稳定 我们要进广告来请教 这个梅克尔夫人 其实他是来自东德 那当时这个他进入这个 做总理的时候 各界化人 那可能是表现曾经非常的优异 如果这是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对于这个德国的经济 这个跟他在欧盟 各国之间的关系 他本来是一个领导地位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下一任的党魁 跟下一任的总理会是谁呢 等一下再来请教您 麻烦您不要过上电话好吗 谢谢 我们所请教的是 淡江大学的欧洲研究所的 副教授张福昌 张教授 马上回来咯 来了解国际之间 在我们的选举热闹闹的新闻当中 其实发生了非常多重大的事件 梅克尔夫人 以及巴西的新当选的总统 她曾经来过台湾 和安倍首相到中国去访问 中日关系 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吗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所关心的是重大的国际议题 首先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的欧洲研究所的副教授 张福昌 张教授告诉我们梅克尔 她这个夫人她不再选党魁 她是要引蛇出动 那引蛇出动的结果 短期之内就会出现 那对于德国的政情跟经济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战后以来最动荡的一次 那要请教这个张教授的是 那梅克尔夫人会不会跛脚呢 她的接班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的接班人 现在的话任命人选有很多了 那有现在国会议会的议长 那这位的话76岁了 那她这位原来是科尔的接班人 那后来科尔她的事事之后的话 她的地位的话就没有接上去 但是她一直表现非常好 她在梅克尔13年的执政里面 她做过她的内政部长 财政部长 帮梅克尔度过的这个欧菜危机 所以她是在所有的最主要的 十位德国政治人物里面 这修博她都是排名第一名 她是人望最高的 政治实力最强的 所以她如果说 能够来接这个总理的位置 我认为是最恰当的人选之一 但是她已经76岁了 这个是德国选民一直在考虑的 第二个是她现在的基民党的秘书长 她的名字很长 我们一般称为她的 她叫做AKK女士 AKK女士的话 她是现在的秘书长 她本来是在Zaran那个邦 在德国西边的一个邦 做了青年的邦长 她表现非常忧郁 所以梅克尔就从把她拉到柏林 给她担任重要的秘书长的职位 希望她来操盘 来协助她把这个政府 政治把她推行 她的声望也是非常好 一来我刚才讲 她的政绩非常好 二来的话 她在党内投票 选秘书长的时候 她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度 所以党内是很支持她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两次的 巴巴利亚邦跟黑色邦的选举 影响到她党内的支持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观察的 那她如果说当选的话 是有辅佐这个梅克尔的功效 因为她是梅克尔的人 梅克尔带上来的一个接班人 所以说如果说她能够当党会 负责党务 然后配合这个梅克来执政的话 那个就是相得益彰 那我认为这个是最佳的一个组合 那其他的现在健康部长 Yens Ban这个38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的呼声也是很高 但是我比较不看好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年轻 那第二个他是批评党内 批评梅克尔最有力的 一位青壮派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是挑战梅克尔政策的 那梅克尔他在党内 他如果说这一次他不主动提出说 他要交出党会的位置的话 是没有人会要求他下来的 对啊 但是这一点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他党内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现在台面上的 这些中老的一辈的人 都是支持他的 那既然这些老将都支持他 那年轻的这个Yens Ban如果上来的话 这个老将是不会支持他的 所以在党内投票的时候 我认为他目前出现的机率 是不太大的 那另外一个第四个就是在 德国的Nordheim Westfalen 就是克隆那一帮的帮长 阿敏拉雪 那拉雪他也是梅克尔的人 是 那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可能的人选 他是因为他在去 在今年初的 这个北来西法利亚帮的选举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被看好了 因为那个帮是社民党的天下 那他从他能够逆转胜 那给他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肯定 那如果说他来担任党魁的话 他的效果跟AKK这个秘书长的功效是一样 他这位帮长的话 他是有所谓的这个梅克尔代言人的称号 常常就是上电视媒体去推销梅克尔的政策 所以说他如果当选的话 对梅克尔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总括来讲 就是那位年轻的如果当选的话 对梅克尔是比较不利的 那还好 他我目前的观察 他出现的基地是比较少 那我们刚才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说 为什么是德国战后最混乱的一个局面 那在从最近的一些在联邦政府 以及帮选举的趋势来看的话 德国陷入很严重的四大乱 第一乱是这个政党 在联邦政府 我们说他的国会里面的政党结构 是从过去的三党变成七党 在这个过去 在八零零代九零代以前 是只有三党 就是基民党 社民党跟自民党 组成的国会 所以是相当稳定的 那现在国会里面有 这个左派政党 有德国另类选择党 所以第一乱都是政党太多 因为我们只剩一分钟了 还有三党 第二的话就是 第二乱就是没有权威的政党 从这两次的选举之后 可以说这个基民党跟基社党 这两个所谓的全民政党 是完全失败的 那他以前扮演的稳定的力量 现在消失掉了 第三乱的话就是 社民党可能会有亡党的可能 OK 那这是非常严重的 他在巴巴里亚邦 他的选票降只有9.7% 但是黑政党只有10.9% 19点多 那所以说 他会不会泡沫化 会不会亡党 如果说局上走下去的话 他代表着左派的势力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第四乱就是 德国另类选择党 大乱这个德国的政治 OK好 非常谢谢您 谢谢 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谢谢